大家好,现在9月10月到了桂花的花期 那么桂花正常开花大概有十几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有花也反映自己的桂花可能开了几天就凋谢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桂花开花的时候 我们的盆土过多浇水 水分过多会导致它的花期大大的缩短 或者是我们给它经常喷洒水物 导致养护环境湿度过高 也会造成的花朵提前凋谢 所以在桂花开花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水不能浇太多 也不要给它喷洒水物 在保证相对偏干燥的情况下 它开花时间才能更久 第二个原因就是养护环境温度过高而造成的 养护环境温度过高 那么就会导致植株的新陈代谢加快 它开花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 可能开了几天马上就凋谢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避免养护环境温度过高要进行适当的控温 这样做好这两点再给它适当的光照 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会花开花时间呢才会更久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 我看到这两点也有没有